大飛翰天娜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 在4月16日抵達莫斯科 本身他去的 通常來說國際慣例就是對等 就是說見少姨谷 結果就去見普京 一張橢圓形的桌子 他跟王爺一樣就坐在普京對面 當然是近距離的對面 這個就代表親疏有別 就是你看看馬克龍去到 嘩沒有雷公那麼遠 看都看不到要用望遠鏡 結果這一次的李尚福 是近距離見普京 跟之前王爺一樣 大家要明白 國際慣例就是對等 就是你是外長 那你來到就見外長 你是國防部長 那你就見國防部長 而這一次 或者之前的王爺 為習主席鋪路 無非就是什麼 無非就是已經是一個高級別 就是看到普京多麼重視 那當然了 語會上都是那幾句說話的了 就是內容就是 普京對李尚福說 俄中軍事合作 在兩國關係中佔有重要地位 希望兩軍加強 聯合演分 專業交流這些領域合作 不斷深化兩國戰略的互信 李尚福也都回應說 中俄軍事互信日益鞏固 合作成果封石 表示雙方要進一步 密切地兩軍戰略溝通 加強多邊協調配合 說完這些 實際上 說了等於沒有說 就是戰略沒有上限 那對於普京來說 因為現在已經成為了孤家寡人 當全世界制裁你的時候 個個來見你都 避之則吉 就是說免費 參與 普京 俄羅斯和烏克蘭 這些麻煩事 所以你看到普京 說今天習主席派人來 開心 證明 還有人重視 其實來到這裡 中國是不是真真正正 真的會軍援俄羅斯 那沃克蘭其實已經警告了 沃克蘭也都說 喂 大哥 現在俄羅斯的武器 比我們老鑊那些 大部分已經由歐洲的零件 轉了做中國零件 美國在這個時候就說 看不到 中共軍援俄羅斯 而秦剛也都似口否認 在這裡說 喂 這一次的俄烏戰爭 兩不相干 我們不單止不是武器給俄羅斯 也都不會給武器烏克蘭 這樣的狀況 其實已經說了 就是說你在東海 或者在一些戰略意義 自俄軍演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中國到今時今日 還沒想得到 但是你問李尚福是來做什麼的呢 其實就是一個表態而已嘛 第一 現在俄羅斯 去到這裡 連盟友都不多過 那麼他想找你蓋住一腳 就是找你的裙子蓋住一腳 那麼你上福來 就高規格了 那麼給西方國家登 他們在想 中國是不是有軍援他呢 會不會 這場仗會拖下去呢 這是一個心理戰 也都是告訴俄羅斯人聽 就是你放心 這場仗一定會贏 因為中國參與 對外宣 就是他們會在想 好像法國、德國、歐盟 中國是不是真的是軍援 打多一張牌 而對於中國來說 根本上沒有成本 就是找國防部長拿下地 見一見你 有什麼實際作用可以做得到 沒有 所以這一次見面 我不覺得有什麼談得成 也都不覺得 中國是會真的軍援俄羅斯 因為來到這裡 習近平 在國內經濟這麼困難的時候 會不會做這一步 當然不會 就是這麼簡單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分享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非材 代表安天娜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